我国第九任副总统哈姆萨今天早上 所终征寝向年84岁 一体将安葬在西爪瓦省茂乌市 自杀鲁瓦家园的墓园 国会第八派系建设团结党议员夏伊弗拉 对本台记者表示 我国第九任副总统哈姆萨于今天早上去世 向年84岁 夏伊弗拉透露 哈姆萨生前因为健康问题 多次前往加多特苏普罗多陆军医院接受治疗 并无严重的疾病 建设团结党秘书长阿尔瓦尼表明 今天中午在接受驻岛之后 哈姆萨在安葬在西爪瓦省茂乌市 之沙罗瓦家族墓园 哈姆萨1940年2月15号 出生于西加里曼丹省的格达邦市 早年加入建设团结党 1971年大选时 该党赢得国会一个席位 哈姆萨曾出任该党派系国会议员 并且兼任两届议长至1998年 以故总统哈比比执政期间 哈姆萨于1998年5月担任投资部长 而以故瓦西德总统执政期间 哈姆萨于1999年10月29日被委认为人民抗平和福利同筹部长 但仅一个月哈姆萨便以效劳建设团结党为由营救辞职 从2001年至2004年 哈姆萨在大选中击败了其他多名竞选对手 在三轮选举中胜出出任沃国第九任副总统 辅助当时执政的第五任总统米加瓦蒂 美的新闻整理报道